今天要看今天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我們這個階段要持續帶你來關注 中國史無前例的大限電 到底哪些產業會受惠 哪些產業會受害 同時要持續帶你來關注 美國釋放孟晚舟 其實是加拿大 但是美國的意思 美國釋放孟晚舟之後 是不是代表華為要大復活 IC設計在今天出現大漲 我們先來看指數 在今天是收紅了53點 收在17313點 尾盤這5分鐘出現急拉 拉了誰 我們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在尾盤最後5分鐘 從盤下跌3塊錢 拉台到漲4塊錢 觀光這5分鐘拉了59點 才得以讓台北股市 在今天是往上收紅了53點 但大限電危機 不管是衝擊還是受惠 恐怕還沒有過去 所以我們在今天要仔細來做討論 趕快來介紹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資人分析師王英亮 君豪 大家好 要請到資人分析師王兆麗 阿關好 大家好 財源專家賴先生憲哥 阿關好 大家好 歐寶頭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財源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紀偉銘 大家好 大家好 趕快帶您來關心 台北股市在今天收紅53點 三大反而是買超了35.62億 但影響盤面最大條 就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大限電 所以陳諺幫我們來看 其實不只是台股受到影響 亞洲股市都受到影響 其實今天早上盤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無聊 但是9點半開始拉了 我興奮了 但是沒想到持續不了多久 我們看一下盤中走勢 它莫名其妙 就在這裡還不錯 你看拉上來 我覺得都還OK 莫名其妙10點10分 劇情急轉直下 這時候讓我覺得很納悶 到底兇手是誰 原來就是入股 就是入股 我們來看兇手是誰 是大陸股是上陣 上陣你看10點有沒有 同樣在10點開始一路殺 然後深圳 殺到12點左右是最低點 我們來看深圳也是 殺到收盤 一路殺上五收盤 結果連帶不只我們受到影響 日經大跌 也是在同一個時間出現殺盤 南韓也是同一個時間出現殺盤 台股算是受傷比較輕微的 算受傷比較輕微 但是國際股市的這個變化 確實讓法人本來想要進一步邀約 所以要不要出來看個電影 突然之間止步了 好我們來看外資 但外資今天還是買超的 雖然買超的數字不多 買超38億 我們來看他買什麼 買面板持續買疊生的 另外買了不少原物料 四季做話 國橋 還有比較安全的 前面賣的金融股 朱石化也是原物料股 買了航空 買了聯發客 聯發客應該是孟晚舟有關 也回補了一些金融股 所以從這裡面很清楚 外資的態度變得比較保守 第一個要嘛疊生的我來買 要嘛你行情的議題 要很明確的我敢買 不然就是我之前賣掉的 我補一些回來 所以操作上相對是保守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在盤面上 比較重要的個股 好 台股在下幅整理之後拉尾盤 到底哪些個股 在今天盤面上是重點指標股 包括長榮 陽明 畢竟是下跌的 連電 連電是跌的 但是台積電 國泰金 群創是漲的 特別是群創 對 所以其實很明顯 我覺得今天外資的操作 相當相當的保守 為什麼 你看長榮早盤 它本來也是上個禮拜 它買進的 長榮 陽明到這裡都調節了 包含聯電 原本大家都還滿看好的 今天也調節了 唯獨只有台積電 而且它不是早上就買 它是到尾盤 才拉那麼一點點 有一點要互助 這個指數的一個味道 然後你看拉的也是金融 而且不是富邦金 是國泰金 包括群創 好 我覺得群創 特別值得關注 我們來看一下3481的群創 我們來下面放外資 外資在今天買超數字蠻大的 雖然只有買超38億 但是公共群創買第一名 就買了58413張 在今天出現了長紅黑棒 站上年線 算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其實這一波真的跌得非常深 當然群創除了面板議題之外 還有一個低軌衛星的一個題材 所以是不是這個地方 它開始來做相關議題的 但是他們跌身就代表 他們有要攻擊的意圖 沒有 就是防守 我防守 而且不只外資在防守 我們發現本來積極在操作的投信 最近有一點打帶跑 有一點邊拉邊觸 你看 娟姐 我們之前在講第三代半導體 投信看好大買 其實可以看一下 它今天的K線很妙 然後我們看K線下面換投信 其實這一波我們可以講 基本上這個就是投信任氧股 有沒有 一路任氧 可是今天很奇怪 留下很長的上影線 你一個任氧股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明明要過前高 這麼漂亮的一個點 你應該繼續往上攻 怎麼會在這邊做調節 看來它是邊拉邊出 因為在今天其實仍然是買超的 對 但買超出現這麼長的上影線 是不是已經偷偷在出貨 對 而且我們在看 我跟各位講 因為你九月 你至少還是要再做一次帳 包括之前聯電的部分 還有康書 像新唐也是投信做帳 之前買進的 還有包括智原 還有富邦媒 尤其是富邦媒我們看一下 因為富邦媒這一波 漲得非常非常兇 很奇怪 前面 富邦媒投信才進來買 怎麼突然之間就到貨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投信也開始 有點謹慎小心 變拉變出 所以短線上法人的態度 我們還是要謹慎一點 好 所以我們來投一下票 中國史無前例的大限電 是不是讓外資保守 投信提前結帳呢 只剩下最後三天 投信鎖馬股 這時候反而要特別小心嗎 請舉牌 這時候如果你鎖定的是 投信鎖馬股 這兩天應該逢高趕快出嗎 認為應該出的給圈請舉牌 好 投信是不是已經開始 邊拉邊出的可能性真的很高 我們現場有六票都說 如果觀眾朋友 你手上的鎖骨是投信鎖馬股 這兩天逢高要出場 好 既然談到了中國限電危機 我們請應安帶我們來看 哪些族群是受惠的 哪些族群是受害的 是的 其實在這個題材上 是影響今天旁邊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們可以看一個特色 就是在說 其實今天電子股裡面 很多跌的幾乎 都跟大限電有關 都跟限電有關 而且全部幾乎都是PCB族群 比如說像台光電CCL 今天跌了5.04% 為什麼 因為它江蘇的產能占比 大概43%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連貌也是 大概占了50% 它也是大跌 金像電占了63% 所以它今天跌最重 那ABF載板部分 新興 景碩 南電 也是一樣大陸都有產能 所以它都有受害的影響 那PCB跌對於整個電子股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情 為什麼 因為PCB是很多電子產品之母 所以現在半導體 可能目前還沒有傳出什麼限電消息 但是大家會擔心 到了9月底之後 後面會不會進一步的到半導體 那也是會有一些影響 而且浙江 昆山 這些台商聚集的重症 對 現在都要面臨限電的問題 對 後面會不會繼續停電 我們不知道 而且沒有辦法運轉 甚至於到底要停到什麼時候 有一說是說停到月底 但有人說可能停得更久 沒安裝下去 也有可能 所以整體上來看 我個人認為盤勢是這樣子 在整個電子指數的部分 它是有壓力的 所以月線這個地方應該是過不太去 但是你說會不會大跌 也不會 為什麼 因為剛剛有受害的 當然就是有受惠的 所以你現在講的是大盤不會大跌 對 不會大跌 為什麼 因為受惠還是有 包括像這個造紙類股 你看像今天的滑紙 漲停板 永豐瑜也漲停 陣容也都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限電關係的情況之下 原物料價格上 爆價會漲 對 所以它爆價會漲 因為九龍紙也已經講了 現在原子要漲50到200美元 10月8號以後 還要再漲200人民幣 跟著200人民幣 所以紙類都在漲 然後塑化 報價在漲 所以台塑間就漲了多少 漲了5塊5 這一波已經漲了11% 對不對 台塑間漲5塊5 就貢獻大盤大概10點左右 然後亞聚的部分 這一波我們來賓 我以為有從第一根開始 幫各位掌握到 你回到一看已經漲了40% 所以這一些塑化跟造紙 船廠在漲的同時 電子你跟它跌沒關係 它只要有撐住的話 大盤可能就是震盪偏小跌的 一個格局 所以大盤指數波動不大 但個股和族群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一次的 中國大先電出現多空異位 所以我們要問各位 在中國大先電危機之下 現在到底持續多久 也搞不清楚 是不是應該要出電子 換原物料族群 認同給圈 不認同給差 請舉牌 是不是應該要出電子 換原物料族群 我們看到現場有 五票都認為應該把電子賣掉 買原物料族群就照例給差 照例的看法是 其實我覺得電子股基本上來講 當然PCB那一些等等 大概都會受到傷害 但是電子大部分在大陸都有場 也不是整體的電子股都不好 因為目前來看其實 美股的部分還是費半 相對離高點是比較近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電子股的部分 那PCB要賣嗎 如果我重新問你 要不要賣PCB 要PCB要賣 如果是問要不要賣PCB 你就給圈了 對…沒錯 要看個股 所以PCB是重中之重 重災區 那我們就好好來談談 到底哪些族群會受害 哪些族群會受惠 中國史無前例大限定 一定要好好談一談 我們先來看 新聞特別談到 美國媒體說 這對大陸的經濟衝擊 遠超過恒大 特別是除了半導體面板 其實剛剛談到 很多電子業在大陸都有設廠 不僅僅只是PCB 不僅僅只是印刷電路板 像面板也有 友達也受到影響 像半導體也有 很多半導體廠 在大陸都有製造工廠 這些都被迫至少停產到月底 電子業大衝擊 蘇州 昆山都停電停產 當然這裡頭包括台灣的PCB 因為幾乎PCB是高耗能 高污染產業 通通到大陸去了 所以憲哥我們來談談 這一次中國大限電的衝擊 對 我們看到美媒 她把這一次能耗雙控 她說她的衝擊比恒大還大 恒大總負債是2兆人民幣 比恒大還大 你就知道這一次衝擊很大 最主要能耗雙控 是中央的紅頭文件 所以一發下來以後 是全地方全部都要去執行的 現在23個省有一半以上 沒有辦法達到北京的目標 所以十幾個省都被限電了 對 全部都丟掉 工業重鎮都中了 而且這一次是強力執行 她完全沒有緩衝 直接下命令以後 直接就從明天開始停到10月1號 甚至有一些到10月1號 能不能復工 還不知道 目前來講影響手機 我要打個岔 其實很多都已經從現在就開始了 沒有等到明天 甚至於大部分都是無預警停電 就是我自己通知 你收到通知書的時候 帶來讓人回來了 所以那個電早就被斷電了 是 本來還有一些分區停電的 什麼停3做4 停2做5等等 現在通通停 這一次停多嚴重 從重工業 輕工業到 甚至連太陽能 全部一條龍通通停 而且這一次停最嚴重的三個省份 江蘇省 浙江省跟廣東省 那江蘇省這三個省加起來的GDP 占全中國的三分之一 江蘇省的GDP等於加拿大 那廣東省的GDP 超過亞洲四小龍的總和 你就知道影響有多大 那對台商來想影響更大 因為台商的重鎮就在大蘇州跟昆山 這兩個地方是台商最多的 那這兩個地方包括PVC 尤其最近電子忘記 大家訂單滿滿 產能滿載 全部公停就停 所以現在會有斷鏈危機 好 那些產業會出現斷鏈危機 第一個我想到的蘋果 因為iPhone 13才剛要開始賣 想不到就傳出這個地方 包括昆山 蘇州 很多都是跟蘋果有關的供應鏈 這些地方一旦停電 那就沒辦法產出了 對 那蘋果現在23剛出來對不對 很多說沒問題 鴻海在鄭州 河瀉在上海 那是他的零組件 PCV全部都在昆山大蘇州 還有麗訊 麗訊也是在昆山 所以這一次我跟你講 所有的蘋果平蓋通通影響 第二個特斯拉 特斯拉所有的供應鏈都在哪裡 都在東莞 還有都在廣州 還有昆山這個地方 聽說特斯拉不只停5天 他可能會從10月1號的休假之後 再拉長7天 可能會停12天 我跟你講特斯拉停12天 事情大條 第三個受害最嚴重的就是台商 尤其是PCV PCV 全中國的PCV半 占全世界55% 那台商現在任何廠商 加起來在中國的 他的占他所有的產能的比重 平均在62%到63% 那你想想看光是這5天 台商損失超過100億台幣以上 而且後面還不知道 所以9月的營收鐵定掉10% 所以你說股票不到要賺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插播一下 再剛剛最近消息是 鴻海集團的以勝 這跟電動車有關 也宣布要停工了 所以陸陸續續會有廠商宣布停工 我們真的歡樂 對 所以你所有電子 尤其電子它本身就是一條龍 你上游 中游 下游 中間你缺一個零件 你就不燈 不燈了 你不要跟他說你多用 所以你看漢宇伯佔比90% 那不要說了 50% 40% 70% 43% 63% 平均加起來就是62% 好 這是在江蘇 佔它整體產能的比重 換句話就是說 像漢宇伯 七岔 九十八都在江蘇 他就不已經不重了 你甚至你欠人的 不要說不好人 你甚至要調肥 甚至要被罰款 那我怎麼看到有廠商說 他們用人力運轉 用人家打 那很恐怖 有啦 我跟你講 現在有兩個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就是像有一些打印的 還有紡織工廠 他就自備那個百萬的發電機 這麼差油的 自己偷偷的生產 還有一個 他偷偷生產以後 被抓到以後 害了整個工業區 48小時全面斷電 有一個大家都怕死 你又不能讓人抓到 抓到 你現在變什麼 害群子嘛 你死了 你以後在那邊 怎麼站起來 為了你 我們幾個都放電 48小時 現在是小區限電 你不要給他 你給他停產 停電就好 你現在給他淘淘生產 所以中國大陸不像台灣 沒那麼自由 我跟他說不能黑白衝 黑白衝 黑白衝 好像要喊忙就不能回來 那人力運轉據說有些 讓工人自己在那邊搖機器 所以這些個股該怎麼辦呢 剛剛照例說 即便不用全面賣電子股 PCB也是要賣 這個沒有怎麼辦 就兩個字叫量半 突發性利控 因為這個你不曉得後面 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說10月1號一定可以復工嗎 誰敢保證 沒有人敢保證 所以大家一定要等 等到10月1號以後 你確定復工 他們跌勝之後才有強力反彈 好 所以這些都要賣 就不用看 尤其你90% 就30% 70%就不用看 這陷害也不用看 好 所以重傷的當然是 包括汽車 特別是電動車供應鏈 蘋果供應鏈 以及印刷電路板 但也有受賄的 我們來看受賄 剛剛特別談到了 其實音量也談到了原物料 因為限電 所以產出一定會受限 產出受限 報價就大漲 我們來看大陸限電現產 讓供需緊俏 報價大漲 這裡頭包括蘇華的報價大漲 連造紙也大漲 原物料的大漲能夠持續多久 好 我們看一下霸工閣 基本上說話的華夏 台硕 南亞 廣支的南訪急政 因為今天大陸的棉花 期貨飆漲漲的奇葩 在外造紙的永豐魚 陣容 滑紙等等 好 這三檔漲停板 對 造紙只有六檔 六檔裡頭三檔就兩檔漲停板 因為一般人手上不會去報造紙 它是一個比較小眾的原物料 當我們所有的觀眾有一個疑問 現在是中國工業生產的旺季 為什麼要限電現產 第一個原因 因為中國現在是虧錢在花電 我們看這一張圖 中國的花電 火力花電 佔比71% 火力花電最主要的原料是什麼 就是動力煤 動力煤的話你看光這個波段 這個波段就從差不多8月多以來 它已經漲了64.5% 所以現在中國的電廠 它花電 買動力煤 漲翻天 然後去花電 那中國又要顧民生 又不敢漲電價 那就做越多賠越多 對 所以 因為你的動力煤成本就那麼高 只有一個方法 你不要用電 尤其很多的省 它的能耗已經超標 就把它降下來 第二個 中美鬥火 我們知道 我們來看一張圖 歷史的經驗 我們知道2008年金融海嘯 之後美國就QE 印出了14兆美元的鈔票 然後那時候訂單就跑到了中國 中國就是生產 剛開始我們透過上升指數 你可以看 從這個金融海嘯之後 先藏到前頭 到了2015年的時候 上升指數5100點 後來崩盤 為什麼 2015年的12月美國升息 所以美國是這樣 我印鈔票叫中國來生產 中國賺的是加工錢 但是美國的話危機解除 馬上給你縮表 馬上給你升息 然後留下中國是什麼 兩個經濟災難 產能過剩 因為你要接訂單 你盲目的擴充產能 第二個 通膨 所以這一次的話 美國又印出了10兆美元的鈔票 中國政府這次學乖了 沒辦法 所以他乾脆一個殺手箭 限電 限產 逼中國的出口製造業 少接訂單 那不等同於輸出通膨 他通膨是這樣 應該是這一次的通膨 是美國先來的 但是我再把他推回去 因為這一次真正賺錢的 都是大宗商品那些生產的國家 中國賺的是加工錢 所以這一次使出了 這樣的一個絕招 原來這個中國大限電 是中國殺美國的 阿公的銀廟 那我們來看到底哪些族群 可以成為中國輸出通膨的工具 對 那你看 每次中美貿易戰兩邊 在打來打去的時候 台灣就是會有移翁得利的產業 第一個產業 而且我要跟各位講 不要只有中國的限電 最好還有第二個因素 比如說說話 它不是只有限電 它還有油價在大漲 這個油價絕對不是中國可以控制的 你看現在布蘭特已經78塊 那西德州原油74塊 所以油價本來漲 說話的報價就上去 然後中國再來一個限電 對 兩個因素 所以你看PVC 這是中國的PVC 創下歷史新高 那線後也大漲 所以你可以看個股 上個禮拜我們講1305的華夏 我們看K線 華夏 因為它是PVC生產 這個長紅K棒 幾度亮燈漲停滿 但是提醒大家 今天那個量有點大 因為那個油價 布蘭特可能80塊 不會一下子過 所以明天也許會被調解 但今天就跑到大鈕 1301的台塑 也有生產PVC 大鈕動了 當然量也不小 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這個時候蘇花到底能不能買呢 不能追 不能追 對 因為今天給我們這樣一講 全天下人都知道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講的時候 華夏講的隔天還不動 你知道嗎 那造紙今天算第一天 造紙可不可以 造紙可以 為什麼 我們來看造紙 我們看一下 一樣是用兩個因素 第一個 中國 中國有很多的政策 比如繪質什麼禁止進口怎麼樣 然後雙十一馬上到了 你可以看到 結果雙十一就要包裝紙 你看這個瓦嫩紙 20天漲4次 漲了每公噸320塊人民幣 這漲幅將近一成 第二個 美國的需求 聽說美國現在怎麼樣 太誇張 咖啡店沒有紙備 Costco祭出衛生紙限購令 美國這個市場 現在還規定衛生紙 只能買 買多少 我們今天節目一播出之後 會不會造成衛生紙大亂 所以觀眾朋友不要去搶購 不要去囤貨 我們國內很聰意 國內沒有問題 我講的是美國 但是兩個因素就出來了 所以紙備的股票就會大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比如1905的華紙 我們看到K線 我們來看到華紙 它剛動 那不像塑化漲那麼多 對 當然這個量 但這個量也是爆出大量 最好是明天震盪的時候 1907的永豐椅 永豐椅是家庭用紙 家庭用紙 今天才第一根 第一根 所以兩個因素 當然我們的觀眾會問 那鋼鐵呢 水泥 鋼鐵就要兩個因素 還缺一個 只有中國送電 假如美國的國會 很快的通過基礎建設 那就輪到鋼鐵了 那如果還沒有通過呢 就在那邊 那通過的時間點 最有可能是在什麼時候 因為他們現在兩邊在吵架 但是也許還排不上 那就等下禮拜 可能要到下週了 對 應該就在這一兩個禮拜 但是我們會來看一下 真正的黑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張表 因為這些股票 華紙就講過了 這些是長宏站上所有軍線 再加上外資有買的 今天我們看到銅箔 因為我們剛才講銅箔機板 PCB今天都很慘 光昆山台商就3400架 所以大盤應該有影響 怎麼會沒有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為什麼這兩個經濟跟農科 做銅箔的 今天為什麼上 我們看8358的經濟 然後今天不管是外資 投信都大買 理由是什麼 他的廠就是在台灣的雲林斗六 他中國沒有廠 中國只有一個貿易公司 所以那邊訂單會轉過來 轉單 對 因為剛才憲哥講得對 你沒辦法知道這次停工多少 即便這次停4 5天 下個月也許還要停 對不對 因為美國QE要退場 所以中國跟美國一直在逗去 對不對 你以為孟晚舟就結束了 沒有 另外一場的 現在就開始鬥 你QE 我先來用限電 大家來拚看看 所以你不曉得這個情況 會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買台灣有廠的相對安全 因為至少回來 PCB這個整個上下游 景氣是很好的 那農科我們也來看 4989的農科 當然他的EPS比不上經濟 所以經濟比較好 經濟大概今年可以賺到6塊 農科的話可能賺到差不多3塊多 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的價位相對就比較低 他的廠在高雄 所以他沒有再到入設廠 好 在中國限電危機之下 哪些族群反倒因此 有了新的轉機和機會 我們先來投票 蘇華谷各位認為可不可以買 剛剛蔡總說不要追高 而各位的看法如何 來 蘇華各位怎麼看 這個時候能不能進場買蘇華 請舉牌 可以買 但是要拉回再買 蔡總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看到1 2 3 有3票給圈 3票給差 那造紙呢 造紙可不可以適度的 短線上做追價呢 請舉牌 1 2 3 4 4票缺 2票差 所以我們也來問一下 那在台灣有設廠的 像金居這樣 跟銅箔原物料有關的族群 是不是反倒它會在PCB之外 形成新的利機 請舉牌 雖然PCB在大陸設廠是利空 但反倒如果在大陸沒有設廠 像銅箔 在台灣有廠的 會反倒是利多呢 1 2 3 4 5 6 這就6票一支通過了 好 我們也請 音量帶我們來看選股方向 是 其實除了這個銅箔會受惠之外 今天其實還有兩個族群 它是盤面上來看是有反應的 第一個是面板 面板友達跟群狀都有大漲 可是友達 也有被停 對 但是這就是我要講的 因為停工的情況之下 產能縮減的情況 報價會漲 它會漲 但是未來因為PCB缺貨的情況之下 你NB那些一定還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短線而已 只是說它尖盤面有反應 所以它沒有反應停工 它反應的是面板報價會漲 所以在監視上 但你認為這是短線 無論是短線 因為它沒辦法出貨漲也沒用 對 確實講 對 那從博士剛剛蔡總有談到 另外一個是在什麼 在紡織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紡織其實很多 我們這個工廠是在台灣的 其實這次限電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紡織工廠 也被停工 所以你看一下 它自己也被停 對 他們也被停工 因為限電的關係 那一級預警的地方 我畫我寫紅色的 像廣東 福建 江蘇 這個是什麼 一級限電廠 這都是紡織 紡織的重鎮 那新疆的部分也被限制 大概二級警戒 浙江也有這個紡織 那新疆大會聯合什麼 棉花 所以你看棉花今天的報價 剛剛蔡總有提到 棉花的報價 今天漲了7% 前天大概漲了2%多 所以兩天加起來 就已經快漲了10% 那通常棉花大漲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 紡織會有替代效應 因為棉花貴 所以大家會想要去買 這個人造纖維的這個紡織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人造纖維紡織 遇到什麼 中國在現場 很多工廠關閉 停廠的企業多少 161家 那江浙這一帶 有所謂的中國的這個 紡織之都 1 3分之1的產能 都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看它的開工率 紡織加彈 現在只開出58%而已 然後紡織機的部分 只有44% 映染的部分 更低 只有23% 我先打開想 什麼叫紡織加彈 加彈就是說那個紡織 有沒有那個纖維度 你要拉多少有沒有 要先經過 第一道工序加彈的部分 紡織加彈 是它工序其中的一個工序 對 一個工序而已 然後 印染我們懂 印染懂 印染今天你看 中國大陸所有的印藥廠 今天全部都宣布漲價 至少大概10%以上 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至少10% 至少10%以上 所以在中國這個產能 受限的情況之下 台灣廠商 會有所謂的轉單效應 它就會轉到台灣來 那第三個邏輯呢 我認為紡織會大漲 原因在哪裡 在這個塑化原物料報價都在漲 最近來講 這一段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24% 然後你看看這個 尼龍粒的原料的 所謂的PTA PTA最近其實連傷紅 漲了11% 然後尼龍粒的CPL報價 有沒有看到也在漲 所以我覺得 南坊今天漲有它的道理 它有棉花跟這個 所謂的尼龍粒的部分 極盛的部分我覺得比它更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EPS來看 上半年南坊賺到1.29% 但是極盛的部分賺1.70% 賺比它多 對 所以你從本益比上來看的話 這個才7.45倍 這個11.26倍 而且紡織股 我認為是在 股價它又比較便宜 也比較便宜 股價比較便宜 紡織通常是這樣子 塑化大漲之後 接下來紡織就會漲 因為它的原料 這是一個輪動的節奏 對 然後我們看到極盛的 這個K線形態 你可以注意到 好 來看1455 我們看到K線 其實這段也跌很深的 所以我覺得市場應該 現在資金會注意到這種 就跌深的 然後剛好有利多奇來發酵 這個地方應該是比較有機會的 好 紡織我們也來投一下票 既然剛剛談到了紡織 在大限電危機之下 紡織是不是有了新的機會 請舉牌 我們的紡織股 是不是能夠得到轉單 1 2 3 4 5 6 6票 一直通過 好 談完了 中國的大限電危機之後 緊接著帶你來關心的是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其實在今天最大條的 就兩條 中國大限電跟孟晚舟釋放 那我們就來談談釋放孟晚舟 在中美博弈之下 孟晚舟在被監禁三年之後 終於釋放了 孟晚舟釋放是不是代表 華為大復活 華為大復活是不是代表 IC設計會樂翻了呢 我們來看 美國制裁很傷 存活成為一個課題 這是我們在之前談的 那之前大家擔心 華為智慧手機營收 恐怕報減到20% 但孟晚舟被釋放 孟晚舟一釋放之後 華為是不是有可能 一下子往上跳升 特別是不為美國的貿易戰火 華為雖然受到海外市場 減損的衝擊 但它的年營收還是來到3.83兆 蟬聯六年是入棄第一 為什麼 因為大陸就扶植它成為 國家的民族企業 所以孟晚舟回來變成英雄式的歡迎 成為是中美大戰之下 中國認為他們打了一場勝戰 最重要的指標 所以請陳彥來談談孟晚舟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盤面上電子股 大部分弱勢 但是IC設計很強 尤其是聯發科 因為從它5月下跌以後 已經盤整了整整4個月 包含金豪科這幾檔股票 如果我們看這些股票 其實從8月開始都一路在跌 突然今天全面性的大漲 其實我覺得孟晚舟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個開端 為什麼突然之間 你看真的聯發科就是靠中國市場 其中占一個很大筆 而且拜登已經釋放橄欖枝 對 而且反抵大陸了 大家在想是不是習近平 跟拜登之間有什麼協議 你就看這個最近的華為概念股 很強 尤其是今天 我看我嚇一跳 你看創意訊息 砰一個 因為它是創業版 直接一口氣拉到漲鈴板20% 它就是跟華為合作智能電網的部分 包括核泰電源長期以來 都在供應華為相關系統的電源 下面兩檔任何軟件跟語心科技 都是鴻蒙概念股 為什麼今天大漲很明顯 孟晚舟或是 拜登伸出橄欖枝 8月不是就 缺汽車晶片 你可以買汽車晶片 沒有問題 其他不行 但是汽車晶片OK 拜登讓華為買汽車晶片 8月 這個我們在節目也特別談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9月 就最近 90分鐘真的有好好聊天 電話講完以後 奇怪 孟晚舟或是 失環出動 好 菁姐你應該不知道什麼是失環 因為我看你沒反應 對...好 沒關係 等一下錄完以後 我帶你去威秀看一場電影 你就知道 失環出動 你都知道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 就在這幾天 我們看到華為的員工 既然就在網路上貼出了 一則訊息說 你覺得iPhone 13不香是不是 沒關係 再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不久的將來 你就會看到華為5G的手機 奇怪了 你貼這個訊息是你有什麼 按有所指是不是 而且很奇怪的事情是 因為今年坦白講 整個手機部門已經虧了400億 美金喔 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但是他們的這個董事長 還是講說 大家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都已經虧成這樣 還給你時間 而且他們現在還重金挖角 對 虧成這樣他們還開出高額年薪 很可怕 我有去面試 第一關就被刷掉了 年薪900萬 台幣很驚人 非常驚人 他就找天才少年 他就找 到目前為止只有5個 其中一個武漢大學的這個 這個我們叫計算機博士 我們叫電腦博士 30篇論文 8個專利還兩項授權 我看了 望塵莫及 而且真的是時間管理大師 你看每天找中網要做什麼 連練腹肌都規定自己要一個月 我練了一年還沒有 他一個月要練成 這個是厲害 這是有毅力的少年 對 那除了這樣 當然對IC設計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 因為我剛才講 8月開始不是跌嗎 就是當時這個 這個晶片要漲價這件事情 但是目前看起來 其實整個大廠 包括聯發科 我們看瑞育 林勇等等 你看聯發科11月開始 他也要再漲30 特定晶片 Wifi 他要漲三成 他要把晶片代工 提高的成本給轉嫁出去 對 所以這部分來看 我覺得問題就不大 好 另外一個 大家可能這一天也有注意到 歐盟他現在統一 就是說你這個Type-C 你就USB 你就通通Type-C 那這怎麼辦 那第一個對iPhone來講 他不就整個 未來的硬體的部分 你就要做調整嗎 那大家會說哪有差 反正你iPhone13這一次 好像是有史以來最無感的升級 他會賣得好嗎 不開玩笑耶 看一下這個畫面 一群人這是什麼電影喪失的場景嗎 不是耶 在西安的商場 為了要搶iPhone13的限量 的一個優惠活動 所以你說他真的會賣不好嗎 而且最近大家 一個網友做了一個實驗 他真的是很搞剛 他把iPhone13拿那麼高 我算了一下高度大概3公尺 就這樣摔下去耶 這不誇張 我之前三星手機 也不過才170公分高 掉下去整個就碎掉 他這樣摔進來沒事耶 就是他的螢幕很強化 還有雙離子 這個背板 他的雙離子製程你看 所以讓他的這個硬度夠 所以我覺得這個Type-C 包括我們講這個USB Type-C這個 應該還是給IC設計 帶來一個機會 好 那我們就來看IC設計 華為真的有可能絕處逢生嗎 IC設計也已經開始大反攻了 當然我們也擔心說 這個反攻的力道能不能延續 所以我個人 當然我不去跟這個 我謝同學 另外一個謝同學搶他的愛人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聯發科 指標股還是聯發科 他可以漲價 就代表他有辦法轉嫁出去 坦白講 客戶有買單他才敢漲 大部分的IC設計股 從8月都是一路修正的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聯發科 不好意思 導播再幫我說小一點 坦白講我覺得他不是修正 他只是躺平 躺平好像也是滿辛苦的 他只是總理 對 整理 但你看他的整理模式 不是往下修正 而是一個橫盤整理 所以我覺得 進可攻退可守 而且聽說 AMD也要再跟他合作 所以未來我覺得還是有機會的 好 那陳彥 華為其實在手機的企圖性還是滿強的 特別是在孟晚舟釋放之後 現在似乎這個公司軍心大震 據說最近華為手機 又出了一個新的黑科技 據說最近華為手機 又出了一個新的黑科技 其實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這個黑科技 我看了半天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就有時候 我們拍了一些文件有沒有 譬如說 我們去偷拍別人的信件 或是偷拍別人的文件 誰會去偷拍別人的信件 我啦 譬如說 然後就拍回來因為太緊張了吧 手一抖 沒拍清楚怎麼辦 他既然可以幫你 再重新應用他的黑科技 你看本來是模糊的 突然就變亮了 然後裡面的內容就清楚的呈現 我實在不理解這要怎麼做到 因為我拍進來的是黑的 而且我一直覺得 拜登為什麼要把那個車用晶片 讓華為去買 開放讓華為去買 我覺得拜登很喜歡 他們的那個智慧座倉的體驗 為什麼 我帶了這個手機 我進到車子裡面 他就無縫接軌了 喔 那我要翻頁 我要幹嘛 都可以 而且這裡面我覺得最可怕的事情是 但是你得要是華為系統的電動車載系 而且這裡面有個 千萬不要說你死相 為什麼 你說你死相 女生很習慣 手不是就會這樣揮一下嗎 就翻頁了 哎呀 你死相 他就翻頁了 因為他會手勢辨識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 你死相 他就翻頁 而且他把整個環 停車還可以玩遊戲 你看他停下來 整個AR系統讓你玩遊戲 然後看電影 整個感受 我覺得是不是這樣吸引了拜登 好 華為真的要絕出風聲了嗎 IC設計股價也真的要漲了嗎 我們請 趙勵帶我們來看 對 沒錯 其實IC設計現在高價股裡頭 前幾名都是IC設計 對 沒錯 其實七檔裡面 有五檔是IC設計類股 那前五大有三檔 四檔啦 四檔是IC設計類股 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股王是系列KY 系列KY的股價其實是創下歷史新高 四千四百四十五耶 古後是信華 對 他也是IC設計 其實今天的股價來講 最近的股價其實也是 歷史新高的一個水準 其實也算真的蠻強的啦 那第三名是誰 第三名是大力光 好 這個是做鏡頭的 對對對 這是鏡頭的部分 那當然還有立望 你看立望的股價 做IP的 股價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因為這些說真的還是強啊 那CTKY的部分來講 他就做電源管理IC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 一下其他的 你像九陽有沒有 創了這一波段 你說沒有漲很多 可是重點這個型態 也算相對的賞來講 看起來是好的 愛普的部分 你看股價也是一樣 IP的部分 宏康的股價 做MCU的也是上漲啦 立望剛剛提到了 經驗的部分也是一樣 股價也是呈現上工的走勢 好 那通加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那所以假如說以現在來看 因為為什麼會講通加 最主要是因為他也是電源管理IC 現在的股王 系列KY 他就是做電源管理IC 那通加的部分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八月營收大概連續了 六個月創下歷史新高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IC設計類股 他可以當股王股後 最主要是第一個股本小 第二個毛利率高 第三個來講 因為你營收只要一轉機一成長 毛利率高 當然他的獲利會出現大幅的增長 所以另外USB PD的部分來講 快充的部分 打入瓶火和飛瓶陣營 那PMIC就是所謂電源管理IC 供需也吃緊 其實現在的電源管理IC 它是算短料 所以短料就是說 真的是滿缺的料 好 那156.5是波段高電 短線會受到156.5的壓制 而出現短壓嗎 我覺得你這個是沒有還原全值 其實你把它還原全值 只是已經過了 今天剛好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 就是說你把它還原全值來看 因為然後你看投信 其實最近也大概都有在銷賣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追 可是這種股票 我覺得相對上來講 會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標的 好 我們IC設計也來投票 孟晚舟施放IC設計 大復活大反攻嗎 請舉牌 IC設計能不能買 1 2 3 4 5 5票 認為可以買蔡總給插 蔡總為什麼可以插 對 要提醒大家 美國要開始這個收收QE的 所以10年期的供債 在直立率現在已經逼近了1.5% 1.5%以上 美國的科技股會受到壓力 所以IC設計還要看基本面 太高價的也不行 好 那我們也來談談 剛剛談到 現在拜登已經遞出橄欖枝 讓華為可以買車用晶片 但觀眾們可能會說 你給他買沒有用 他也買不到 現在車用晶片缺到什麼程度 大家都知道 連豐田都出不了車了 但美國政府說 這種情況絕對不能再繼續下去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要雷利風行查 誰在囤貨 你囤太多也不行啊 你要讓這些車廠能夠買得到貨 出得了車 對電動車而言 這應該是利多了 衛銘 我們其實看到今天的車電股 它的補價表現算是比較強勢的 另外我們看到其實現在美國 他要出來查這個車用晶片的囤貨 他怎麼查 他就說這東西其實就是因為需求太好 汽車的需求太好 他就說來來來 我們來廠商來開個會 然後結果開會的時候 就說那你們現在45天之內 你要把你的供應鏈的狀況來告訴我 就是你有多少的晶片 那你賣了多少的車這些 那你今天不敢提 那就代表你有問題嗎 你是不是偷偷囤貨 對 你囤太多貨 那你要放出來 給那些需要的人 對 可是問題是那些企業為什麼要給你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就自己偷偷做就好了 我不要給你 所以這個時候商務部長就說什麼東西 你們 我建議你們這個東西不是強迫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不給的話 那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 他就要用國安生產法 來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把這個資訊告訴我 所以說他現在美國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要去查誰在囤晶片 那我想一定要拿出來了 都用國安生產法了 那這些汽車公司 做電動車的公司 如果能夠有晶片就可以開始出貨了 包括特斯拉 特斯拉其實第三季表現不錯 其實我們現在應該要重點是要關注說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厲害 因為TESLA他有他的秘密武器 他產能可以這麼高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高度全自動化生產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整個流水線上面 是幾乎看不到人的 他要用到人力的部分 其實非常非常的少 高效率高速度生產 高速度生產 他就這樣一台一台直接出 一台一台直接出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跟傳統的流水線是不同 這也是他產量為什麼會這麼高的原因之一 那我們現在回來台灣 其實回來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鴻海最近也開始有動作了 我們看到2354的紅准 他不是公布的預告片 他的鴻海電動車的預告片已經出來了 他已經出來了 對 那已經滿吸睛的 上個禮拜我們就有看到了 看到他的預告片 那其實有一個2354的紅准 他在10月20號要召開一個股東零食會 那現在有消息傳出來 整個鴻海他就是想要去入主 他提出了一個黃金名單 黃金的董事名單 那這個董事名單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就是想要去琢磨 整個半導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CG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想要琢磨 就是半導體 然後還有我們看到他前福特六合的 他的採購 然後還有他們的採購副總 所以這個地方 他就是想去切入這些產業 好 所以紅准董事會的黃金陣容 這些名單一公布之後 我們知道那就是郭台銘要入主了 郭台銘要完全掌控紅准的營運跟董事會 他的企圖心當然是為了電動車 所以請委民帶我們來看電動車個股 不管是國外的特斯拉 國內的鴻海MIH 相關的電動車在今天 因為有蠻多利多的表現都不錯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先從飛鴻跟劍核心 這個是在做充電槍 充電槍這個東西 我們歐洲現在8.5台電動車 才只有一支充電樁 美國更慘16.4台車 只有一支充電樁 所以這個東西 他未來的年複合成長率大概40幾%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他的大戶其實又在轉買 他的大戶持股比率 大戶有在增加 尤其他在這個底部打出了一個形態 大戶在這邊增加持股 我認為投資朋友可以去關注 再來我們看一下 紅准剛剛談到 董事會 郭台銘要全面入主 還有鴻海還有另外一個以勝KY集團 雖然剛剛說限電問題 限電會影響到他 對 但他們一樣 他們的大戶持股都還是在增加的 那他的股價相對也是比較強勢 所以他既然在產業趨勢上面 那他的股票我們當然在這個地方 他如果能夠持續往上攻高 投資朋友當然是可以去做追加的動作 那再來我們還有要看什麼東西 車用電子還有很多像是貿氣 那我認為貿氣的機會也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是現在是一個得產能者 得天下的一個狀況 他自己有晶圓場 而且他又切入了車用的MOSFI 我們剛才講的汽車的需求這麼的強 再加上他的股價 在這個地方已經快要去做突破了 那這個地方如果一旦突破以後 向上的空間非常非常的高 再加上我們看到大戶持股也是在一路的增加 所以這檔股票大家真的可以值得留意 那車用IC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了車用 但是都值得留意我們也沒那麼多錢 那這個東西一定是先基礎的 所以維銘是在車店股裡頭 如果在今天要細選你選誰呢 我認為貿氣 貿氣優先 好我們來看一下2342貿氣的K線 貿氣在今天是已經是1 2 3 4 5 連五紅了 對 但是他長的並不多 他其實早盤的時候開高以後 就一路滾到接近平盤 但其實我說這個東西叫做攻擊的上影線 也就是他在早盤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台股一開始很強 但是後來被入股影響 啪啪啪啪一路滾到平盤去 所以這個地方他就是在做測試 他想去做攻擊 只是攻擊沒成功 但不代表他以後就不攻擊了 他以後抓到機會 他還是可以繼續往上攻 好那我們剛剛有特別談到 洪泉最近要召開董事會 可能會有新的董事名單 洪准在電動車領域主要是做車殼 做輕量化鋁合金車殼 特斯拉也是用鋁合金做車殼 對 沒有錯 這個地方洪准他的鋁合金車殼的技術 媲美特斯拉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要用鋁合金 因為他比較輕 那車子就可以跑得比較快 那會不會比較危險 他不會 這個地方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特斯拉這個影片上面 大家可以觀察到 其實他的這個 他是有彈性的 一般來講我們一般的鐵的車殼 是有設計潰縮區 也就是撞到以後 就潰縮掉 但是鋁合金的不會 他從側邊去撞以後 其實他的整個車體的架構 都還是相當的完整 所以畫面上 這是特斯拉他的鋁合金車殼 進行撞擊測試的畫面 沒有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撞完以後 他是有彈性的 他整個車沒有變成迷迷茂 那如果我們再看到 那一般的車子 如果不是鋁合金車身的話 看到鋁合一般的車身 就是像那樣撞上去 他有設計潰縮區 但現在這台車撞上去又怎麼樣 整台車跟人一起潰縮了 所以車中的迷迷茂 我看人也是 所以不要以為鋁合金比較輕 就比較危險不見得 不見得 他有彈性 所以他其實 輪一下 只要提供 它是歹來的 因為你的車 可以看你 有機器 車禮